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在今天就暗铃告了铃国文宴 也邀请到法务部咨询专家顾问吴欣 大家好 大家好 也邀请到资认专栏作家王上志 观众大家好 好 赶快带你来关心的是 大同案市场派翻盘有望吗 大同变更登记在今天遭到了博会 经济部在早上开了记者会还说 股东会出席未过半 所以我赶快带你来看 在今天早上非常罕见的 经济部11点召开了记者会 公司法明定股东有表决权跟选举权 这是股东很基本的权利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公司不应该自行拒发股东选举票 剥夺股东投票表决 但是是不是涉及违反弃病法 是不是涉及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等等这个应该由相关的主管机关或法院来认定 而不是公司可以进行来扣除 公司这次扣除的股东会的股数 显然没有依据也以法令有为 所以经济部今天做出不准变更登记的处分 这是在今天早上11点 经济部召开了记者会 简单来说就是说 大同你不可以自开衙门 你不可以自己说 这个合法这个不合法 这个算不这个不算 但今天开的记者会同时又已经明确说 大同变更登记就是 在那一场匪夷所思的世纪股东会当中 所选出来的董事还监视 你要去登记吗 现在经济部说不行 不让你登记 这是不是代表市场派要赢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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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行看门道 内行的看 外行看门道 内行看门道 其实我告诉你 市场派未必赢了 这只是 不是现在已经翻盘了不是吗 经济部做了一场秀 非常漂亮的秀 他感觉上是九局下半 两人出局满壘 上场打击 打出去一颗又高又远的高飞球 啪啪啪啪啪啪 林郭文彥揭杀出局 为什么 因为他今天只说 这是林郭文彥揭杀出局吗 这是林郭文彥背叛出局吧 对 其实 菅姐你一开始认为说 完完完林郭文彥完了 对不对 因为他不让登记了不是吗 是 但是你现在只是不让登记而已 问题是你整个股东会要重开 重开的话 那万一是用公司法173条 由公司派再重新召开的话 那很简单 换汤不换药 我主席还是我林郭文彥 那如果我今天用小股东 3%的小股东 去申请向公司申请 开临时股东会的话 对不起 公司派还会说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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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主席还是我林郭文彥 所以今天经济部虽然开了记者会 但没有讲明到底未来是让公司重开股东会 还是答应让3%的股东开领股会 对 现在状况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经济部没有表态 对 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按照这样的诉求来讲 经济部今天开的这个真的是一语两吃 一方面在11点开记者会 11点很少 因为通常我们知道这种重大讯息都会影响股价 所以一般主管机关呢 不管是经济部还好 经管会也好 反正都会选在收盘之后 对 今天为什么选在11点 因为正盘中 然后之前因为大同被打到全额交割股 全额交割股能够涨停 你看我问过分析师 非常非常少见的全额交割股 还可以被打到来 二三七一的大同股价 我们来看一下 在今天公道的亮灯涨停板 那被打入全额交割之后 股价打到跌停 甚至有一万多张伪卖卖不出去的大头呢 在今天在经济部11点召开记者会之后 就亮灯涨停板了 特别是画面上你可以看到时间点 来看盘中走势 时间点非常明确 因为它就是11点 经济部开记者会之后就开始 像做喷射机一样 直线往上攻坚 拉到了亮灯涨停 直接是火箭冲到点 这是政府在做多的概念吗 对 就是先告诉你说 这些股民们你不用紧张 股价要拉回来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经济部告诉你说 我驳回了你的董事变更登记 但是却没有说让谁来重新召开 这个股东会 好 我们等会再来谈股价 来问一下有名 所以这是代表大同的股价 已经脾级泰来了吗 不过来 吴欣 所以经济部今天出的这一招 你怎么看 因为现在 这是在表面上 因为赵国元的说话是 表面上好像在主持公道 所以不行 我不让你登记 但实际上是不是暗地里 仍然用以拖待变的方式 在帮助公司派呢 是的 因为现在如果 那个股东要请求召集 股东临时会的话 是依据公司法173条 那它有两项的一个适用 第一项就是你先向公司 请求召开股东临时会 那公司不为召开的时候 才能够自行向主管机关 申请股东临时会 实际上这件事情去年 民国108年8月18号的时候 市场派已经试过一次了 那主管机关拖了8个月 到今年4月的时候 告诉你没有必要性 跟这个急迫性 也没有合法性驳回 那一次已经不驳回了 是 驳回的是当时的 就是少数股东请求 开股东临时会 因为上次驳回就被骂翻了 要不是那一次被驳回 就不会有这一次 匪夷所思的股东会 这一次还敢吗 那实际上如果我又是 向这个公司来申请 那如果像那个刚刚讲的 如果我公司当然说好啊 我来召开啊 因为我又是当主席 所以我又掌握了 这个主场的优势 然后到时候 我要再随便乱搞 又不知道要拖多久 最后就其实就是 换汤不换药了 所以现在最主要是要用 如果公司愿意 重开股东会主管机关 就会乐观其成是吗 对 可是问您是 但是如果主委你机会乐观其成 公司重开股东会 那又是林郭坐在主席位置上 不然我要这样来解释 其实今天经济部的这个动作 叫散布 散布的话就是我不给你登记 就大家讲明了 结果看到 那第二个呢 我没有强制你改选 因为照理来说 你应该做一个立即的补救措施 可是他不强制改选 没有说你要马上改选 然后第三个是不解认 因为解认这个动作 已经由投保中心去告了 那个邱清廷替股东去告林郭 解认董事长 可是那个会多久 搞不好两年三年后 所以他这个叫散布 所以经济部的这个散布 最会有一个结果就是没有结果 没有答案 会没有答案吗 好 旧的董事和监事任期已经到了 新的选出来又不让他登记 换句话现在公司是处在 没有董监事的状态 林郭现在认为说我还是有 因为我继续的用我的顾问团 律师团 继续来去跟主管机关来争取 主管机关现在其实很多的动作 都在打高空 所以为什么我看不下去 主管机关可不可以选一个 主管机关可以信任的代理员来代管呢 其实这个代管 这个现在处在一个无董监事状态 这个代管的动作 其实是要透过这个司法处分 这第一天你看到那个 6月30号股东会的现场 我就认为说司法权应该要强力介入 可是我在观察我们的主管机关 到底谁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经管会才有这个权限 也就是说经管会你司法权介入之后 我才能够派所谓的临时管理人 但是这个需要花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现在 所以这个方案是 这个方案还是要花日好时 对 金鼎证的案子大概花一年 那你现在看到这个样子 其实邻国这次闹出来是国际大笑话 所有的全世界国际市场都在看待说 台湾的上市公司的公司 自己怎么会这样子 那个什么大摩 当天就已经告诉你说 大同太扯了 所以我才会受不了 我今天才会去提告 那这个提告的动作就是加速 我们的主管机关要拿出魄力 来解决这件事 好 因为 投资人或我们一般的民众 一定看到没啥啥 看不到 看到经济部在今天召开记者会 就会认为市场派翻盘有望 但是照各位的解读 好像不见得变数仍大 所以我真的还是搞不清楚 第一个就是 如果要求公司重开股东会对谁有利 要求公司重开股东会对铃郭文艺有利 好 对铃郭文艺有利 但现在经济部并没有这么说 对 但未来有这个可能 对 好 第二个 解除铃郭文艺的董事长职务这件事 投保中心已经去告了 是 也做了 这件事照理说对他不利 但是又花很长时间 所以如果从时间的角度来看 也是对他有利 其实政府到现在来讲 所有的东西其实都在帮铃郭文艺作求 因为铃郭文艺他想要的 就是把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笨手 都通通往司法单位丢 反正矿日费时 所以就要往司法单位丢 矿日费时他就可以以托代变 对 等到你112年了 他还是董事长 好 所以解除他的董事长职务 对他而言也是利多 因为可以以托代变 另外如果政府选任代管人也是利多 因为也要经过诉讼 所以只要任何要经过诉讼程序的 对他来讲都是利多 对 而且第一天就已经做出 全额交割 这个全额交割也是他的利多 所以现在所有 为什么全额交割是他的利多 当然 因为他的股权很少 他只有0.6 所以他让市场派手上的股票 如果变成全额交割 如果整天下跌 如果天天跌 那市场派有可能会断头 对 所以第一天全额交割 这样造成的市场派有资金压力 没有错 第一天全额交割 竟然也是对他的利多 整个市场蒸发49亿 49亿就是一根停板 可是这49亿里头 铃钢的股份只有0.6 也就是说他可能损失几千万吧 但是其他的人是大概就是像那53% 那53%至少多少 至少大概25亿以上 所以你看谁损失嘛 他就知道说就你们这些人嘛 6月30号铃钢其实早就已经 该输了 为什么 6月30号最大的意义就是 铃钢告诉全世界 我的股份很少 市场派要来的这些人 已经53.32 我输他们 所以我唯一办法就是出奥波 出最烂的奥波 来保住我的经营权 好 刚刚我们谈到了几个方案 两位都说那是对铃钢有利 那如果要对市场派有利 政府要怎么做 我认为就是直接用这个公司法 173条的第四项 就是准许这个市场派的股东 自行召集股东临时会 就不用再先向公司申请 再由主管机关核准 就跳过公司 他直接准许这些股东 能够召开临时股东会 这是第一项跟第四项的差别 第一项就是我要跟公司 先申请 公司不准了 那才能够向经济部申请 那假如公司准了 主导权在他 然后公司自己又 林波桌上主席来 所以只有第四项 才能够让这个外部的股东来主导 那吉保也宣布说 你经常搞这个黑衣人 他这次搞的这样子花多少钱 你知道吗 所以主管机关就是包括投保 其实应该都认定说 好 林波你以后不能够再办谷物 所以我今天告发的人 除了林波文艳之外 所以你继续告了林波 对 我告林波 还有告他的法务长赵安 以及告他的承办谷物的这个负责人 叫做王龙杰 所以我是同时告这个三个人 告这三个人就是 你明显的在当天就违法 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说 你的整个谷物 这个办的这个样子浪费股东的钱 除了浪费股东的钱之外 你还故意弄成全额 害整个交易所把大同打成全额交割 让其他的股东 包括我们这种小股东都受害 不只是郁甄金去告他了 对 金管会今天也告他了 金管会在我后面也告他特别背信 对 金管会也告他了 投保中心也说他不合法 然后经济部也不让他登记了 但是就是不愿意让小股东 让广大的股东召开 由郁正文所主导的令氏股东会 物以下面我们正想问主管机关 为什么 但我们回来看股价 我不知道股价会不会是一场误会 今天股价盘周十一点很明显 这就是经济部召开记者会之后 大家认为市场派会翻盘了 不会让你国家乱搞了 所以股价公道的涨停板 但如果听刚刚不管是国员 郁正还是无信的说法 其实后续变数仍大 对 但是我先澄清一个观念 比如说我们盘中11点钟 看到经济部召开了这个记者会之后 我们能不能进去买大桶 我们是不能的 为什么不能 因为它叫全额交割股 全额交割股不是因为公司有风险 股价会跌 这个叫做很危险的一个意思 而是它的交易制度是有改变的 交易制度就是说 我们平常在买卖股票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自己特定的户头 那我们用那个户头来买卖 但是只要股票被打入全额交割的话 我必须要把钱存在另外一个指定户头 而且我必须在开盘前就先存进去 所以这个时候我盘中 如果想要买的时候 我才可以买 除非我事先在那个户头里头 已经先存钱了 而且那个户头是会被人家盯到的 那个户头就是等于是你可以被查 如果说有一些股票 全额交割股会一直暴涨的话 那些户头其实就是摆明了摊在阳光下 那这是谁买的 那这个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猫腻在里面 也就是说各位 这个公司如果有出问题的话 你不敢把钱放在那个指定户头 而且你放在那个指定户头 而且你还要买这么大的一个量 显然你是想要做一场豪赌 所以换言之在今天 谁在豪赌 还是回到盘中走势 谁在豪赌 总是有人豪赌 才会拉上去 应该是 那我认为应该是市场派的 也就是说他除了自己本身 有股权以外 那他也认为股价到这个地方 他有机会胜算 他有机会赢 所以他就先把这个钱存在指定户头 那当然还有很多人是危机入市 所以他也很想说赌一把 这个全额交割 看以后会不会变成正常的一个股票 那当然股价就有大涨 这个乘数或翻倍的一个机会 但是我想今天有碰到涨停板 那这个地方 没有锁涨停的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的话 消息面不确定 所以原先有持股的人可能会卖 那第二个市场派也没有那么有把握 所以拉到一定的程度也不敢进去锁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股价的一个K线图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它其实在这个地方 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这个叫缺口号 我们把时间拉长 你这个股票你在赌什么 你赌它经营权的转变 你赌它未来长线的波段 可是我们把图缩小的话 这个股票在短线还要购五官产六价 还要很长的时间 因为它这边一连串的都是因为消息涨消息跌 所以它的筹码非常非常的乱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股票 应该要整理很长一段时间 如果你不是做长期抗战的人 其实这个股票你不需要去介入 不要富贵写中求了 不要去躺这个魂衰 但林郭背后 据说有一个强大的律师团 对 其实这一次 他整个会敢这样子的胡作非为 这个叫已经是这个 就是知法玩法 包括他提出来的 就是明明知道没有权利 可是你拿出一个企业并购法 然后你明明没有剥夺这所谓认定中资的权利 像邱清廷就讲说 你就是知道你没有权利 所以你才会在五月份的时候 去对这些外资做假处分 谁说这些外资就是中资 一知你这今天告了三个人 一个是林郭文彦 一个是赵安 赵安是法务长 然后另外一个是负责法务的王龙杰 据说赵安是调查局出身 赵安是非常非常的 应该讲叫嚣张的一个人 他以前是调查局出身 那他之前好像还有去过 这所谓的助会 就是这个应该是调查局 然后助金管会的调查员 那所以他曾经对很多的下包商 还有很多这个跟大同公司往来的人 直接告诉他们说 你们不要忘了 我在司法界的关系可是很好的 调查局所有的外资的主任处长 都是我同学他们应该都会帮忙吧 这些你讲这些话有消息来源吗 都有 这些都有录音 这些都有录音 你有录音档吗还是 我都有录音档 而且也都已经有媒体公开过了 他就是公开的告诉大家说 我的司法界关系是好的不得了 这些司法官 检察官 还有各调查站的主任 他们也都会看在彼此合作的交情上面 给予我很大的帮忙 所以你们这些要找大同麻烦的人 你们是就等于是有点恐吓所有的 恐吓所有的这些 要跟大同做生意的 要告发他们的 还有因为我的这个资料来源是下包 就是那个智慧店表 还有台电生意的下包被他恐吓 说你们别想找我麻烦 因为我的司法界关系非常好 所以才会被录音下来 这个是赵安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赵安这次是出了一大堆的收主意 只要能够帮林郭 帮这个老板娘能够巩固经营权 所以已经到了无恶不作 无法无天 所有的动作 只要奥布能出的就尽量出 所以这个就是这位法务长 为什么我今天会告他 所以先想更加关注我的八童案 到底有没有机会逆转 有没有可能翻盘 我们会持续带你来做关注 我们开始对比较整体锣有没有 如果地方不能够 我们开始对比较整理 一起来做这个工程 我们开始断转 我们开始写中 用这个现金iale